本作的出现对于整个游戏行业来说可谓是意义深远 因为它明示了一条游戏设计通往成功 且可以无限次复制的捷径 大家好我是童小师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平常都要寒暄几句方才进入正题 只是通过原子之心后的疲惫 让我无心再去啰嗦 就直接谈下个人之与本作的一些感悟吧 先说结论 7分已经是我能打出最高的分数了 其中还有0.5是对Mandfish工作室 旗下首款游戏发行的鼓励 另外0.5分是送给中文配音的 毋庸置疑原子之心的开局堪称梦幻 个人坚信其开篇不仅会在游戏行业的历史上 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会于未来的岁月中成为玩家们的集体回忆 令人舒适的色调搭配 无比拟真的光影效果 别具匠心的美术风格 天马行空的背景设定 以及华丽雄伟的建筑群像 当以上所有要素交融在一起 光速被原子之心强大的画面表现力所深深折服 如今回忆起我首次踏进谢奇诺佛办公室下方大厅时的光景 饶我自认词汇量充沛 可眼前的一切让我除了卧槽之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想来美到雌穷就是这种感觉吧 之后伴随汽车的缓缓降落和云雾的逐渐散去 一幅充满生命绿的灰红画卷又慢慢在我眼前扑开 其中横跨蔚蓝湖的花岗岩大桥 向日葵太阳能发电厂和名为祖国母亲在召唤的纪念雕像等 一系列千姿百态且简练雅致的场景让人不由的感叹 Mudfesh工作是深不可测的美术实力 不过原子之心终归是一款游戏 好不好玩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高情商的说法 本作拥有俄罗斯人方才具备的独特气质 彪悍有余 精致不足 低情商则是粗糙 令人发指的粗糙 游戏的核心玩法分为解谜战斗开锁三大环节 对你没看错 开锁是本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玩过得自然懂 很不幸 制作组每一项的处理都存在问题 先来说解谜 首先要特别强调一下 个人完全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2023年游戏制作技术 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里 会出现一款不能调节FOV的射击游戏 狭窄的视野范围 本就极大限制住了玩家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对之后的战斗与解谜环节 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 低FOV又势必导致游玩者频繁的调整视野 夹真班的费事工作室又异常钟爱利用镜头晃动来增强视觉表现力 故而纵然本作的优化堪称天花板级别 即便你完全可以通过设置来降低晃动数值 然而FOV的天然劣势仍大大增加了玩家们不舒服的概率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以往从来都不晕3D 但在玩了原子之心后感到难受的主要原因 其次解谜打造平庸且乏味 一方面谜题设计极度缺乏记忆点 尽管整个流程抛开865投影外 我都很难再回想起什么 我看到有人说原子之心的解谜简单 从不卡关必须要给个好评 恕我直言 评价一款游戏解谜环节好与坏的标准 难道不应该是谜题是否精巧 能不能让人感叹制作者巧思的同时 又在成功破解后给自己带来智商上的愉悦吗 如果说简单就能让人满足的话 那把所有迷面都搞成10以内的加减法 岂不更是大快人心 另一方面谜题设计又过分冗长 其底层逻辑就是在玩家解谜的路上 无休无止的设置路障 想要完成A目标就要达成DCDE 而面对以上四项中的任何一个 换重点是任何一个 系统又要让你至少完成FGHI 反复完成至少四遍后 玩家还有一次又一次的 持续不停的开他那个破锁 我就忍不住想问 设计师上辈子是锁将吗 一个关卡里如果有20个房间 他恨不得给80%的房间上 都挂上他那个臭XX的圆盘锁 刚开完锁又一把锁横在眼前 我XXX你个臭XX 层层嵌套之下 讲道理真的搞人心态 比如网上反复被人鞭尸的收集罐子 游玩期间便令我无比烦躁 就连我们的主人公P3上校 自己都在吐槽本作的解谜环节 而且从后来的经历来看 四个罐子其实不过就是开胃菜 中期为机器人找四只 那才是真正的重量级 聊完解谜 我们再来谈谈原子之心的战斗环节 一言蔽之 游戏在战斗层面上的制作 缺少打磨 连许多重要的基础性的细节 都存在大面积丢失的情况 譬如若有若无的受伤反馈 很多时候敌人攻击到主角 屏幕上连个提示都没有 我还要通过反复观察雪条 来确定T3是否安全 又比如由于敌方具备强力攻击手段 玩家需要在敌人蓄力 也就是红灯亮起时 按键进行闪躲 不然便会大量失血 在考虑到刚刚所提及的 游戏低视野范围的客观存在 那么依循常理 为了合理应对从四面八方涌来 尤其是背后袭来的敌人 为了让玩家的游戏体验更加舒畅 制作组就应该在设计上增加攻击提示 具体细节完全可以学习下新战神的操作 每当有敌人意图进攻时 就会有红色箭头亮起 虽然一定会给玩家带来 些许视觉方面的负担 可也总强过莫名其妙被人偷袭 乃至是隐恨当场吧 只是连同受机反馈一起 他同样没被加入到游戏中 前期敌人还不多 这些披露还容易被人忍受 但从中期开始 当游戏堆过的现象已万分严重时 那种被人忽然打一棒子 又捅一刀子 你在短时间内还完全搞不清楚方向 和由来的感觉真心让人火大 此外怪物种类又万分稀少 这里必须先给霍格沃斯道个歉 我曾经嘲讽他一个蜘蛛就敢换八次皮 可到了原子之心 我恨不得求工作室给游戏中的怪换颜色 能不能不要再让那个小胡子机器人出场了 打吐了这三个字 都远远表达不了我彼时的心情 抛开以上所有 因为角色模型和怪物摆放层面上的瑕疵 有不下五次 我都被一圈怪挤在墙角 无法脱身活活打死 没摔手柄都算是我脾气好了 除了解谜和战斗外 本作粗糙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你放心这次我不会说碍于时间所限 就不一一列举这种屁话 咱们就把问题逐一点名 UI制作一塌糊涂 地图没有图例 解释一下图例是指地图上各种符号和颜色 所代表的内容与指标的说明 没做按键提示 放大缩小 标记位置全靠手动摸索 对了这游戏还不能标点 一下子将你送回到上世纪 仓库中的物品不做任何说明 光标移动到其上方 什么提示都没有 是什么全靠你猜 子弹枪械吧 显而易见 有些东西鬼知道它们是什么吧 电梯移动的时候 明明可以在门上放个层数提示 又或者通过各种暗示 告知玩家电梯正在移动 结果制作组却什么都没做 导致我屡次怀疑自己没按到按钮 甚至是PS5死机了 按R1同时再次按住R1 才能激活扫描能力的设计 不敢说反人累吧 但让我大受震撼 与之配合的仿佛吸尘器一般的 减垃圾系统 初看颇具未来感 结果实际操作起来 却是越用越糟心 压住按键不停的设定 本就十分累人 还会经常因为没有吸到足够时间 而落下资源 然后又要反复通过扫描来逐一确认 可谓是对R1键 手指以及玩家忍耐度 三方反复暴击 雪山加霜的是 扫描还会不时出现bug 一些本来已经没有东西的柜子 仍被显示成蓝色 该颜色表示 还有物品尚未被拿取 活活逼死五个强迫症 既然提起了bug 咱就顺着它往下说 这游戏的bug确实不能算多 但也真心不能说少 仅就我个人而言 就遇到了各种卡墙卡建模 和穿越到理事件里去的情况 另外本作对于开放世界 和线性叙事的处理 也令我迷惑 你说的开放吧 除了几个试验场外 莫大的一个世界里 既没有活人NPC 也没有其他可供探索的区域 连载具都只有一辆红色的小拉达 你说它是纯粹的单线流程吧 玩家又不难从敌方单位 和地面建筑的布置上 看出他们走开放世界的企图 简单来说 什么都想做 什么又都没做好 还有MandaFace 给手柄玩家做的辅助瞄准 堪称小学生水准 就算直接开启自动瞄准选项 射击体验都远远称不上理想 任务引导我就不提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最后关于原子之心的剧情 假如说前面都是吐槽的话 那至于这个剧本 我更多的则是遗憾 就像我在跟其他up主聊天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很久很久没见过 世界观设定如此优秀的游戏了 可为什么伴随进度的推移 最终却变成了一个这么俗套的故事 这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尽管从游戏素质来看 原子之心不过就是个 7分左右的平庸之作 其中美术一项9分 游戏性部分5到6分 然而本作的出现 对于整个游戏行业来说 可谓是意义深远 因为它明示了一条游戏设计 通往成功 且可以无限次复制的捷径 详细操作如下 作为一家新工作室的掌舵者 搞来投资后 你要先把八成乃至是更多的钱 投入到游戏开篇的头几个小时 要知道多数游戏的通关率 其实并不高 保守估计六成以上的玩家都打不完 开场两个小时的精彩 足以唬住多数购买者和云玩家 此外还能有效防止 Steam用户中途退款 接着火速追加软色情 便于出圈 原子之心搞了个冰箱 你就加个能烘干的喜机 又冰又火还能旋转 听起来不是更刺激吗 阔虎此建议收费 开头结尾出现几次就好 不影响他们大面积的造梗玩梗 这个过程中切记想办法跟微软弹拢 努力几尽插这屁 那口碑上更是如虎添翼 反驳你就回怼 八块钱要啥自行车 最后继续从舆论角度猛下功夫 各个论坛或者视频下方 讲点诸如画面就值回票价 这就是第九艺术之类的言论 放心说多了自然会有人跟着复合 不用制作组瞎操心 至于游戏究竟好不好玩这件事 真的很重要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就这样了 你们爱说啥说啥 我是孙小师 我们下期再见